这妖 似乎知道的不多 要想查清楚真相 我们还是得进入天虚堂 是啊 我们来布周山 本来就是要去天虚堂的 零龙生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放心 我有办法 小樱花 这是什么 你带我们进入天虚堂 休想 休想 小樱花可是有剧毒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他可没什么耐心 会立马咬你一口 让你瞬间变成一具 全身乌清的毒尸 就是这儿 这里 我们之前来过 入口在哪儿 哪儿 我们赶紧 你们是否 一定是 甚至有的 赶紧 天虎 那我们在了 你们要玲珑的元神 不就是要我的命吗 你们个个都是疯子 到底要干什么啊 等等 别要他 看这样子 是真的不知道 那怎么办 既然你不知道 元神的事 那你可知 少阳派的二师兄 他被关在何处 还有一只妖灵 这你总该知道吧 什么少阳派 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不过倒是 确实有一个妖灵 叫玉儿还是什么的 对 没错 就叫玉儿 他现在在哪儿 好 我带你们去 那你们要把我放了 你先带我们去救玉儿 然后去找二师兄 再说把你放了的时候 快走 玲珑姑娘 您来黑牢做什么 巫童哥哥都不管我 用得着你管吗 我带我的朋友来玩不行吗 滚开 开门 滚 玉儿 是你们 你们快救我 我马上救你出去 没事了 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 我以后一定都听 臭老头的话 再也不要和这些 花妖在一起 我这就带你 回去见你爹爹 小仙 他 他不是玲珑 他是只花妖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我是花妖也是玲珑 你在乱说些什么呀 之前认错人 现在又说我不是玲珑 难道这世上 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玲珑 懒得跟你说 玉儿 你在这里都见过或听说过 有什么隐秘所在吗 巫童从不让人接近的地方 是巫童的卧房吧 除了这花妖 是谁也不许进的 我上次还听说 有只小妖没通报就进去 被巫童给杀了 玲珑的元神 一定在巫童的卧房 元神 那里是有不少元神 上次巫童拿我 威胁臭老头的时候 是什么 带我进过他的卧房 可我不知道 玲珑的元神在不在 带我们去巫童的卧房 真是得寸进尺 不是说好了放我吗 只要你配合我们 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 玉儿 一会隐匿身心跟着我们 千万别让别人发现我 故会 忘锦 该不是 我 你可以 你 to